大家好我是Mango 歡迎收看英文藝客官 今天我們要看到的是 遇到緊急情況必備的英文劇 相信出國的時候不怕一萬 一萬 我好像胡了 蛤 靠腰你給我胡青色 不對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嘛 所以萬一遇到緊急情況下的時候 到底要會什麼 英文劇才能夠幫助別人 或是幫助自己呢? 我們今天就要看到 5種緊急情況下會用到的英文句字 第一種 萬用篇 沒錯 幫幫我嘛 就是 Help 或者是 Please help me 那這兩句就是最好用的 Help please help me Help me help you 那這個是你有需要幫助的時候嗎? 那如果你發現 別人快要發生什麼事 可能快要被車撞到啦 這個時候你可以說 watch out look out 或者是 Be careful 來警告別人 有緊急情況會發生 Hey Be careful Don't talk to me I'm afraid that you will fall enough of me 好 不對 嘿嘿嘿嘿 所以 小心 嗯 嗯 對 不要小心喔 不要不要看太多 不要一直看我 等一下 第二種情況 需要醫療資源時 那如果呢 有人受傷了 或是被車撞了 那要喊什麼? Oh shit Oh shit 噢不對 雖然這個也超級萬用了 但是這個一點幫助都不會有 那如果有人受傷的話 我們就要說 call an ambulance 趕快打給救護車 所以 ambulance 就是救護車的意思 那你知道為什麼 ambulance是救護車嗎? 因為它叫做 安不能死 ambulance 那如果呢 ambulance這個字太難 那你也可以說 there has been an accident 就是 欸 有個意外喔 需要醫療資源 這樣子 No.3 當有人犯罪時 那呢 如果當然有人犯了罪時 那你當然要說的就是 call the police 或者是 call 911 now 為什麼是call 911呢? 因為呢 在國外他們的警察局的號碼是 911911 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 110 叫警察119 叫救護車嘛 那他們在國外 緊急情況呢 要叫警察就是打 911911 那呢 如果你知道 聲明已經組成熟飯了 就是 你已經被搶了 東西已經被偷了 然後警察局剛好在附近呢 你就可以去警察局 然後跟警察說 I would like to report a 犯案的名字 例如 如果你是想要報警說你被搶了 你就可以說 I would like to report a robbery Robbery就是搶案 那如果呢 如果你想要說 啊我的東西被偷了 我要舉報一個切案 你就可以說 I would like to report a theft 我要來舉報一個切案 在這邊告訴大家 通常呢 手機呢 在國外被偷 或是被搶 就是換iPhone X的時候囉 不用猶豫喔 報警也是找不到了啦 哈哈 No.4 失火的時候 當呢 有地方失火 你就大喊 Fire就對了 But I said fire 那千萬 千萬 千萬 如果有人拿著 槍指 你不要大喊 Fire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如果拿槍的話 Fire就代表發射 喔 有沒有看前陣子的新聞 有一個人叫警察說 有中你就開槍啊 那一樣的意思 那要拿槍指 你只是Fire 這種要求 還真的是沒有聽過呢 像這種要求 我這輩子沒見過 那除了大喊 Fire之外 你還可以說 趕快打給消防局 就可以說 Call the Fire Department 趕快打給消防局 Fire Department 就是消防局 第五種情況 遇到射狼 對 那像 你知道 像長這麼帥嘛 常常就會有人 想要趁機偷摸我 那遇到射狼的時候呢 就可以說 Don't hurt me 不要傷害我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可以說 Go away 給我滾 給老娘滾開 或者是 Leave me alone 不要煩我 那這個時候 最好講大聲一點 讓別人注意到你這邊 射狼就比較不敢大媽了 記得可以用的是 Leave me alone 還有 Go away 那這兩句話呢 在對媽媽 還有對女朋友的時候 其實也蠻好用的對不對 媽媽很煩的時候就說 Leave me alone 不要煩我啦 以上呢 就是在五種緊急情況下 會用到的英文句 雖然呢 沒有太難的單字 但是 但是 這都是很實用的 一定要把它記住 畢竟你知道 真的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嘛 那還有什麼想要看到的主題呢? 趕快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問我們按個讚 並且分享跟你的朋友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每週二五晚上八點都有新影片 英文一開關 英語真簡單 See ya 那還有一種緊急情況 就是 在路上遇到大明星嘛 就例如 欸那個不是英文一開關的Effy嗎?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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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take a selfie with you! Let's take a selfie with you!